他问第三个问题 关于供养 请问餐前供养 有快速观想的划门吗 请请食尊示范 你在用餐前的供养 请问餐前供养后 是否要做回向 请问可将一日三餐 集中在某一餐供养吗 如果吃的是隔餐 或隔夜换菜 是否是否供养 供养复法的供品要用牛肉 可是弟子前家人 无人敢吃牛肉 是否可将猪肉观想成牛肉 再次供养 如此供养后 既可食用避免去植 还是不能这样子观想 只能供养后 把牛肉观想成猪肉 这样就不会良心不安 他问题真的是有够多 想的也够多了 其他的细节 你讲什么牛肉 你们不吃牛肉 但是要供养牛肉 用猪肉供养 这个 统统都不必 这个密教的供养 内密的供养 还有大香小香 大香就是瀑 小香就是尿 五肉 五肉五肝养 五种肝养是什么东西 五肉是什么东西 那个是属于供养 还有很多种 这外供养 内供养 密供养 还有密密供养 还有很多种供养 这才是关于供养 你讲的这个快速观想的画门 不管你怎么快速 你用心在供养就对